人活在世上,不可能是世界不如人意,遇到困难和繁星的事就要自己化解,拥有乐观的心态和快乐的心境,在生命中碰到烦恼事实,不妨学说三句话,对自身健康大有好处。 第一句是算了吧,生活中有许多事,可能你经过再多的努力都无法达到,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必定有限,要守各种条件的限制,只要自己努力过,争取过,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。 第二句是不要紧,不管发生什么事,都要对自己说,不要紧,因为积极乐观的态度,就是解决和战胜任何问题的第一步。 上天对人们都是公平的,他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,必定会打开一扇窗。 第三句话是,会过去的,不管雨下得多大,连续下几天,总有今天的时候,所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,都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,坚信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,身心健康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 三分天注定,起本靠打拼,万事不可抢求,只要你尽力了,就不必自责,不必苦恼,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,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,别人就容易接受。 如果敌人让你生气,那说明你还没有剩他的把握,如果朋友让你生气,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情。 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你在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,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东西,人人都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。 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,不管遇到了多大的挫折,人总要活在希望里,哀莫大于心思,又在困境中奋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